其實不只是網路瘋狂哭手 現在很多藝人也都在搶搭這一波 你有freestyle的風潮 像是藝人李千娜 之前因為通靈少女再度爆紅 她也在影片中秀了一段台語的rap 令人驚艷 而藝人台志源則是非常的搞笑 她是秀了一段搞笑的影片 令大家都笑翻了 突然來的這段表演 尤其是影片開頭的這句問題 你有freestyle嗎 不知道耶 不然你給我一個B 有freestyle嗎 還被李千娜特別標註出來 但這其實是近期相當夯的一句流行語 而且 就是大陸藝人吳亦凡在節目上 有freestyle嗎 freestyle也很重要 這是嘻哈的一部分 也是能力之一 就是你是否有這樣的一個詞彙 在你的腦海裡面能夠隨時出來 擔任評審的吳亦凡 經常在節目上要給參賽者 第二次機會時就會說這一句 有freestyle嗎 再加上嚴肅神情 讓這段話開始瘋傳 甚至 你有freestyle嗎 可以給我一個freestyle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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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不只李千娜藝人臺志源 也特別Kuso模仿 還有網路紅人反骨男孩 你有freestyle嗎 有freestyle嗎 沒有 騙你的 我騙你說我沒有freestyle 其實我在旁邊已經等他 已久等你來了 越來越多人Kuso 而且版本花招百出 也讓吳亦凡這句有freestyle嗎 意外成為網路上經典行劇 聽說中文章朋友鄭一翔 台北報導